大家好 今天這次來苗裡 來試駕納芝捷全新推出的 也是首次推出的四門房車的車款 它叫S3 全名叫Luxian S3 他們是第一次推出這種四門房車 可是呢 嚴格上來講 它也不算是標準的四門房車 因為納芝捷把它定位在Cross Sedan 就是我們講的跨界的房車 在台灣上市的車款總共有五款 售價最入門是從55萬9起跳 再上去是59萬9 62萬9、65萬9、69萬9 這是頂規 我們先從外觀來講起 它的車長大概有4米5 軸距是2米62 所以它算是標準的一個中小型的房車 在車頭的部分有搭配LED的日行燈 車尾的造型其實也算蠻漂亮的 比較有些人看的覺得比較不太習慣的是在整個車側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有講 就是納芝捷把它定位在Cross Sedan 所以它是結合了這個所謂半SUV的概念 就是說它是以四門房車為出發點 可是它在中間的車廂把它拉高 拉高的原因是為了創造出更好的一個車室空間 還有運用空間 也包含了西部空間 所以要讓消費者稍微習慣一下 可是這個概念的確也創造出 就是在四門房車裡面 我們講就是在4米5、4米6 這個極具的四門房車 同級對手裡面 它的車室空間表現也的確是最好 這個是在外觀的部分 鋁圈的尺寸統一是搭載205 555 R16 那是馬吉斯的一個牌子 好那我們先來講車內的空間 那基本上就是門打開 那你會發現像我剛剛講 就是它的車室空間表現非常好 那前方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兩張的椅子座椅的舒適度 我覺得表現也算非常好 那當然它不太算是什麼性能車 所以當然在包覆性的部分就是一般般 那比較讓我這個喜歡的地方 就是在後座 後座的空間不管是頭部 西部表現都非常的優秀 那我的身高大概170 那坐在這個前座 調整到我一個駕駛姿勢 就是標準的駕駛姿勢之後呢 後座的空間可以看到 就是西部空間大概還有三個拳頭以上 那頭部空間大概還有一個多拳頭 這個讓就是很注重空間的買家呢 可能會喜歡這樣的一個表現 好我們來講這個引擎 它引擎它是搭載這個1600cc 沒有缸內直噴也沒有渦輪增壓的引擎 那搭配的是模擬七速的CVT變速箱 它的馬力表現呢有116P 扭力是15.3公斤 平均油耗是每公升可以跑到15.1公斤 先生親自把這個S3拖到了日本的賽道上去做調校的 那之前呢我們也在這個北宜的公路上呢 我們去做了一個小小的體驗 那確實就是在底盤的部分表現真的是非常的棒 如果說這樣的底盤應用在一台鋼砲上 我相信大家會非常喜歡它的表現 那這部分呢等一下再來做一個分享 好那在後箱空間的表現部分呢 它的開口還蠻大的 也算非常好用 深度的表現還不錯 那整個高度 我剛剛講說因為它車廂拉高了 所以整個後箱的空間 高度表現也非常好 只是它那個車內的 就是後箱內的兩側的輪拱 佔掉一些空間 所以在使用上也稍微有點不是那麼的細細角角 沒有那麼的四方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都還算夠用 好我們來講一下車內 就是在駕駛座的部分呢 坐進來它的整個造型 那第一個就是你會看到 這個中空台的上方有一個9吋的一個大螢幕 而且是觸控的 那它也支援了很多的功能 包含像影音啊 然後電話的通訊啊 行車的安全啊 車輛的資料啊 而且它也可以同步的這個播放 這個手機的影像 那Android的手機 iOS的手機就像iPhone 它都可以透過這個連接線 然後呢 同步的投影到這個9吋的螢幕上 那因為它支援觸控 所以你也可以在直接在觸控螢幕上去做操作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好那行車安全很簡單 就是現在都標配的這個台下偵測器 而且它的呈現的方式還蠻有設計感的 你可以知道說我現在四個輪子的現在的胎壓 然後它也告訴你說 比如說是過高過低 然後目前是比如說三十幾三十二三十三等等 這個是算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好那至於安全呢 很多觀眾非常在意的安全配備人來介紹一下 就是在氣囊的部分呢 全部都兩顆除了頂規是六顆以外 一二三四等級都是兩顆 然後在主動安全 TCS 啊 這個循跡防滑 還有 ESP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這個要到第四個等級 是標準配備 第五個當然也有啦 就是在入門的部分 一二三個等級 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好那在頂規呢 我剛講到這個主動安全呢 像 Eagle View Side View 啊 這個部分呢 在頂規的部分 它是比較高階的 它的高階呢 就是代表就是它有3D的影像 你看從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你的除了 Eagle View 之外 它還變成了3D 你可以看到你的左後側 右後側的角度呢 來看到你車輛周圍的一個狀況 還有正後方 還有包含了你的車頭的兩側 這個呢 在你穿梭項弄的時候呢 你可以車身不用出去太多 你就可以知道說 左右雙方 兩邊是不是有來車 還有正前方 那前方的方向盤呢 它並不是採真圓的造型 下方有一些平整的設計 三幅式的設計 然後下方有一些這個 鍍鉻材質的這個點綴 整個造型我覺得也算還不錯看 那雙手握上去之後呢 它的一個握感的表現 因為它這個好像有一點透氣的設計 那指滑性的設計表現非常好 因為我不喜歡這個方向盤握起來 滑滑溜溜的那種滑滑的感覺 我覺得握起來好像有點不紮實 這部分 S3的表現還不錯 那前方的儀表板呢 是我比較不太習慣的雙元式的設計 可能我看那個指針 兩個針在跑比較習慣 那S3呢 也可以講說是納智捷的車款呢 都比較喜歡採用這種 所謂高科技的設計 它們有它們獨特的喜歡的一個風格 那整個表就是 時速表跟轉速表是整合在一起的 在中間 它並不是真圓 它有點像M字形 T字造型的M字形 轉速在最外圈 時速在中間 右邊是油量表 左邊是水溫表 好 我們現在來分享一下 這個S3的一個試駕心得 那當然我覺得以手購足 或者是你的預算 大概在60萬上下的 你可以買到這樣的配備 我覺得當然算是 CP值算非常高 那當然可能它在 主被動安全的部分 表現比較陽春 那這部分其實它當然也透過了 一些其他高科技的 這個主動安全 也包含了它整個車身的剛性 還有底盤 我們講到它的車身剛性 還有底盤 其實不是說 要講到這部分 是為了要讓消費者去 開快車 去開著S3 去跑山路 其實不是 我們常在講說 這個一個車的剛性好跟底盤好呢 其實相對的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主動安全 因為當你在瞬間的緊急 要緊急做一個 比如說閃避動作 或者是你在車速蠻快的情況下 你去做一個切換車道 或者是閃避障礙物的動作時 如果你的車身剛性好 你會越不容易失控打滑 因為你的車身比較不會扭曲 不會扭曲的情況下 你的抓地力就不會喪失太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底盤 我們講說底盤底盤 操控好的情況下 你可以接受過彎的極限越大 也代表你的 可以接受的失控的範圍也越大 所以底盤好 就是說同樣可能你時速100 你做一個連續切換 兩三個車道的這個動作 可能S3不會失控 可是別的車款可能會失控 這個也代表是一個 主動安全 這個是我常常在強調的 好在引擎的部分 就是馬力116P 然後扭力15.1 就數據上來看 理論上應該是要還不錯 可是就實際上開起來 其實略低於我的預期 那這部分其實當你透過 就是你直接踩實際上路 然後去踩油門的情況下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油門踩起來呢 這個反應是稍微比較頓的 那我剛剛有講就是 它的這個CPT變霧箱呢 是跟這個TIDA是同一顆 可是呢 納茲捷把它調的個性 跟我覺得跟TIDA稍微不太一樣 好像是在保護上的程度 我覺得納茲捷給的比較多 那意思也就是說 油門的反應呢 比TIDA還要稍微再頓一些 再慢一些 那還有在這個引擎 就是你油門踩下去之後 你會覺得說 踩下去了 我覺得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力道出現 好像不夠 那我再多踩一點 怎麼好像還是沒有非常的明顯 你甚至已經 油門再加深第三次 你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力 是不是我油門好像踩的還是不夠多 你必須要踩到甚至接近一半 或者是超過一半呢 你才會有一個 比較你預期中的一個力道出現 這個是在它變速箱調整的個性上 我在第一次試開 比較不習慣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S3的一個缺點 那基本上呢 第一個就是 因為它的車廂拉高了 可是呢它的這個遮陽板 並沒有變厚 沒有變厚的意思呢 就是像我昨天下午在開的時候呢 其實它遮陽的部分呢 往下一掀 你會發現它遮陽的幅度不太夠 因為它整個車頂拉高了 拉高之後呢 反而讓這個遮陽板 沒有到非常的好用 那意思就是說 它只有辦法遮到 比如說三點以前的太陽 三點以後的太陽 因為它角度變比較斜了 那就遮不到 那遮不到你就會覺得 這個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是面對太陽的話 就會蠻痛苦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如果可以再加 就是讓它變得比較寬 不是厚啦 我剛剛講錯 應該是變得比較寬 至少可以遮到 是不是五點前的太陽 我覺得這樣表現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它在A柱的這個厚度 還有在 因為它整個兩邊的後視鏡 其實是蠻大的 那蠻大的情況下 當然你會覺得 看到後方的這個視野跟角度比較好 可是呢 當我們在開車的時候呢 就是我覺得兩方的兩邊 左右兩邊A柱的死角比較多 那這個部分你要稍微習慣一下 因為包含連我自己 這麼開車技術還不錯的 都會加減遇到這個 因為A柱的死角過多 而沒有看到行人在過馬路的情況下 特別是在晚上 加減都會遇到一些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部分要真的很小心 所以像S3這個A柱呢 比較大死角的地方呢 確實在開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個就是它在中間的螢幕呢 觸控而且久順非常好用 可是呢 它會它反攻的情況還算蠻嚴重的 這個就是你在使用上 如果說像大太陽你要反光 或者是你看像我現在 早上9點多 然後外面太陽其實蠻大的 可是你看當我要用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說不清楚 而是說可能你在視覺上的一個 這個直接性跟反應 因為會反光 所以會在視覺上的判讀 造成一些小小的困擾 這部分其實還要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整體來說呢 就是S3的外觀 車頭跟車尾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那中間的車廂因為拉高 所以從側面看呢 你會覺得這怎麼怪怪的 不太像四門房車 因為它是一個跨界的四門房車 所以側面的部分你就稍微習慣一下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它整個線條還算不錯 那安全配備的部分呢 我剛剛有講就是 我們期待納枝捷可以給的更完整 至少從第二階開始 就可以給到比如說六顆啦 循跡防滑啦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這些都標配 那入門呢一樣陽春沒關係 反正有些人就是不在意 好那這是安全配備的部分 引擎的部分呢 我覺得噪音稍微大了一點點 那力道呢 不太像是116P 這部分我並沒有太符合 我在動力上的一個期待 在空間表現呢 我覺得100分 特別是在後座的空間 三個拳頭 頭部空間也是 我想這個在同級對手裡面 你應該是找不到的 底盤呢也是100分 這個GTA交付條的 真的是沒話講 這個部分 你們如果有實際去試駕S3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得到 但最後一個建議啦 就是說因為基本上S3呢 是我覺得是需要 你直接去現場體驗的車款 那這部分呢 我會建議 如果說你假日有空 去體驗一下 我相信 你的對S3的感受呢 會特別的明顯 好 那今天就試駕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拜拜